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 一起看新聞 我是陳慈 我是柔兒 好 這個禮拜我們就要來聊聊 在這個大陸的微博上面 不只是微博 在台灣也有很多人關係 尤其這一號人物啊 自從演了這個電視劇慶雨年之後 很多的小妹妹 包括我弟的女朋友 都嚇她嚇得要死 她是肖戰 最近傳出就是她的微博粉絲量 是突破2900萬 很厲害耶 當然在很多這個大陸的演藝圈裡面 她的人數不算是 對 因為 就是大家也知道大陸的人太多了嘛 那就是在這個微博 這個明星的排行 其實有四個是有破譯的 雖然這樣相比下來很少 但是你要想一下 我們台灣也才能300萬人 也對 哇 我那時候 等於是全台灣的人數 都是她的粉絲 對 都在追蹤她 這樣子想就覺得 哇 好厲害喔 16年了 像一場夢一樣 最近的這個聲量真的是非常的高 而且很多的戲劇作品 不光是在台灣或是大陸 甚至是還賣到紅到韓國去 對 對 對 她這個 我們都知道了 她前陣子演了陳其令 那最近呢 這個改編至小說 抖羅大陸的這個真人版也上映 然後收視也是非常好啊 她在韓國 韓國怎麼評價她啊 我們先講她在大陸好 這部這部作品 就是抖羅大陸在大陸 她是單日播放超過20億 然後她是各大榜南的日冠跟週冠 所以她這部片就是在大陸的時候 就已經是很火紅了 那這個大家其實也知道嘛 就是改編小說的這種東西 大家就會對於你要變成真人的 哇 這個選角很多的這個 很重要 就很在乎 那時候選角的時候 其實大家說實在並不是很看好 小展 怎麼說 是因為她的外型嗎 還是說對她的演技有存疑 都有 都有 但是她確實她是演了之後 大家越看越覺得 哇 你這個有點像非你不可的概念了 因為角色跟她本人已經融為一體了 對 因為大家都想說 哇 你這個用演員的身份 去詮釋她演這個唐三的角色 真的是詮釋得非常好 就是唐三非她不可啦 對 所以大家開始就是 她也因為這個東西 然後就變成 知名度越來越高了 那現在甚至是抖羅大陸要在韓國上映了 之前韓國的 就已經對她熟悉了 就已經是覺得 小展這個人還不錯 對對對 然後甚至很多的韓國網友 看到她也是稱呼她的演技是非常一流的 那她就說 因為她而入戲很深 喔 OK 那因為我相信啊 就是在台灣的觀眾而言 對她比較熟悉其實是慶余年 因為她在裡面演的角色 當然最後她 你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好人還壞人 因為她那一刀下去嘛 但是肖戰這個人的原型 就好像升職在台灣的觀眾眼裡 人紅了之後 你一定會希望你有很多的粉絲嘛 可是被粉絲一直不斷的跟著 好像也是一種困擾 跟孝敬騰一樣有這種困擾欸 對 而且這個私生犯啊 這個 等一下 先說一下什麼叫私生犯 開始去譬如說跟著她回家 想要知道她家在哪裡 Fan就是粉絲 FanFanFan OKOK 對 私生犯 那就是譬如說要跟著她回家 或是跟車啊 或是說 甚至有一些很厲害的 還可以拿到這個 藝人的電話 打電話騷擾的都有 啊那個女朋友 對 那肖戰現在因為這個人紅 也開始受到了私生犯的騷擾啦 欸 聽說好像她其實 非常憤怒於這件事情欸 因為包括好像據說有粉絲就是狂熱道 除了跟車跟飛機 那因為跟車跟飛機其實都很危險 尤其是跟車 你就是用慢速擋在人家保護車前面 壓迫到車啊什麼的 對 然後 因為就是前一陣子說到這個事情之後咧 他也是在微博上面發了這個 算是長文啊 來抨擊這個私生犯 請他們說 你不要再跟車了 你不要再壓車了 請你們不要再這樣子 希望我們只在公開場合就是好好的相見 好 因為藝人其實還是需要休息 我們要給他們適度的空間休息 沒錯 好 那同樣呢 也是這個大陸的演藝人員啊 張藝馨呢 最近也是有好消息傳出了 從原本是當人家員工 現在晉升當老闆了 對 他跟這個 他的師父 這個黃磊 黃柏 以及這個張藝馨 對 那他們就是 這三個人呢感情都很好 而他們三個最近被大家發現 在4月1號 合開了一間公司 這是愚人節大玩笑嗎 大家也在想說是不是 但是他們是真的登記了 對 而且甚至股份的那個分比 都可以在網絡上查得到 對 然後他們這個名字叫做 大玩家文化發展合夥企業 那他們這個公司啊 是在做這個組織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還有這個教育的活動 其實他們三個人的年紀 應該落差都蠻大的 而且在整個戲劇圈 大陸演藝圈的分量 倍分也是落差蠻大的 怎麼三個人會變成好朋友呢 那原因就在於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極限挑戰 就可以看到他們其實在裡面 常常會有一些很好的互動 比如說張藝馨就像一個小綿羊 他們就有時候會欺負他 可是呢 黃磊就會 比如說幫助他 尤其黃美跟黃婆在戲劇的 給他很多的支持跟指導 他都是他的大前輩 那他們也很不吝嗇的給他那些指導 我覺得 人生當中可以遇到這樣的導師 蠻重要的 對 而且張藝馨他之前也說 他就說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變強 成為這個哥哥們的依靠 陪伴哥哥們一起到老 我要支撐他們是不是 對 就是 因為畢竟他都其實受惠的 他也希望某一天自己可以成長到說 可以成為哥哥們的肩膀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張藝馨他其實是從韓國的團體裡面出道的 然後再重新回到中國大陸 雖然說歌曲之後跨主導演戲 但我們現在就要來聊聊 就是這個韓國的團體EXO 他的 這算前成員同伴嗎 如果對張藝馨來講算是前成員 但是現在這一位他是編駁先 他是還是現任 現任成員 現任還是在EXO裡面的 那最近他好像會去當兵喔 對 他最近他是當兵的 而且他是在他這個收到這個 兵單 兵單 確定是他生日當天入 5月6號啊 粉絲會不會崩潰啊 我覺得一定會啊 但是呢 大家覺得說這個在韓國好像是 當兵很辛苦吧 兩年嘛 但是編駁先他是以公益兵入伍喔 那為什麼編駁先會當所謂的公益兵啊 對 人家都想說啊 你會不是因為你藝人 你就有什麼特權還是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好像當你要輕鬆的兵 應該不是這樣吧 對 因為他其實在高中的時候 他就有甲狀腺功能低下陣 那甚至嚴重的話還是他的臉啊 脖子都會整個腫起來 所以他本身是身體上面有一些疾病在 沒錯 然後沒有辦法當所謂正常的韓國大兵 對對對 他就是並沒有說因為他入伍 就要跟大家說 大家等我 沒沒沒他沒有這樣子 他就跟他說我愛大家 那就是兩年後我們這樣再見 但他有講說 他會希望是在這兩年中間 他會用不同的形式讓大家覺得 他編博前持續在陪伴著大家 所以他也為此 就是可能有在準備一些 比如說視頻啊或是什麼的 就是讓大家在他入伍的這段時間內 還是可以持續的看到 就是他螢幕前面的作品 另外還有一個消息啊 就是因為這個日本人當紅男星 木村托宅不老男神 原本呢是有計劃要到美國去拍這個很厲害的電視劇 結果沒有想到他最近竟然因為疫情的關係推掉了耶 對 這個我們先講這個電視劇 這個電視劇它其實是在這個 美國在80年代就已經戲劇化了 而且它變成有點像是這個經典的作品 叫將軍 對叫將軍 那這之前呢 其實也已經有兩位日本演員就是在演 就是出演這個東西 第一版本經典版的時候 對那對於日本的藝人其實他們的感覺就是 你能夠去國外發展 就是去美國發展其實就好像真的是封頂 就是你演藝圈已經達到最低的那個 但是因為疫情加上如果他接拍了這個東西 他其實就不能夠再拍這段一年的這個中間 再去另外的拍日本 要拍一年喔總共 對對對這個他們差不多會拍一年 然後會在7月的時候開拍 但是如果他開始拍了他其實在這一年 他就不能夠再拍日本的其他作品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回來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不是說 三邊飛 對不是說能走就走的 對所以他就因為這樣子 就非常非常的遺憾就是 他正式的就是請辭說 那他就沒辦法出演這個電視劇 國外其實現在啊 因為這個疫情好像 大家開始在愁雅了 美國歐洲其實都會出現有這種 歧視亞洲人這樣的情形 而且非常的嚴重 而且甚至是就是無差別攻擊 甚至有致死的案件 對之前就是有老奶奶在紐約 只是隨便只是過個馬路 就是被人家攻擊 對那這就是包括林書豪啊 其實都一直有出來 就是這些華人演員都有出來說 到底為什麼要被這樣的攻擊 這種種族主義真的非常的不好 那其實美國其實是非常反對種族主義 那所以這一次呢 其實包括有這個黑人的歌手 Rihanna就是出來 一起站上街頭來捍衛亞洲人 對而且他這個上街頭啊 他其實不用說就是大大大大公開的 他是把自己包的緊緊的 其實讓路人 但他也不是想要說你不要看到我吧 我覺得他是不想要模糊焦點 他是不想要模糊焦點 他希望大家focus在這件 這個反對這個歧視亞洲的這個活動上面 那他甚至說他親手做了一個版本 那上面就寫了這個 仇恨等於種族主義 對亞洲人也是如此 對然後他就是也會在遊行的時候 跟這個路人啊 開始宣傳這個遊行的理念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停止這個歧視亞洲人的這個行為 就有一個很可愛的亞洲人 就跟他交流 在那時候跟他要IG 那跟他要IG之後他就 他就真的給了喔 給了之後那亞洲人看到 Rihanna啊 太厲害了 沒想到就是大家 就是大明星就在他身邊 對而且他就在不知情的時候 在跟他要IG 其實我覺得Rihanna不簡單 因為當他選擇站出來力挺 所謂的亞洲人 就是跟他們所謂的美國主流社會 是稍微有一點點對抗的時候 其實他有些明星 他等於要背負其一些 你可能不被你的同族們所喜歡 不同理念的人可能就會覺得說 哇你跟我想法不同 那我把支持你了 對你不是同溫層我不支持你的 所以我覺得他寧可 或者說他根本不在乎 他自己的聲勢會被影響 他這樣站出來捍衛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不簡單 Rihanna真的是第一個 以實際行動戰術來走上街頭 來支持這個活動的 我們必須大了感謝她 Rihanna 謝謝Rihanna 好希望呢 就是這個種族的歧視 這樣的事情其實可以趕快落幕啦 沒錯 因為坦白說 這個誰都不願意疫情不斷的延燒 對 那麼這些呢就是這個禮拜 在我們整理的這個 一起看新聞的內容了 對 沒錯 一起看新聞我們下個禮拜見 掰掰